了解人性 回归人性 控制本性 增加机型 群魔大帝 恶人宝 第六宝 十大名魔 前面我们提到 事出反常必有妖 苏小猫为什么看不出来 这么明显的不合理呢 首先吧 肯定是他太喜欢这个美女了 感谢上天 对自己的眷顾 凝缺勿烂 终于守得云开无散 另外呢 就更关键的是 他并不是在炫耀 自己这个股票账户里面的资产 那些钱只是在证明 我有事业 俗话说美女爱英雄 没有事业 光有钱的男人 算什么英雄 有了事业 那个个头不是问题 相貌呢 也不是问题 一切都不是问题 男人 事业最大 他认为自己凭借实力 打造出来的事业 而且呢 后面还会做得更大更强 这才是吸引美女 对他一见钟情的必杀 不要笑话 他的幼稚 换成别人呢 你放在他的这个立场上 也很有可能 这么想 他这么多年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软件上面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事业大成 把以前失去的很多东西 连本带利给补回来 幸而天赐良缘 必然为你吃狂 然后呢 就赶紧出的相吧 你看都一拍即合了 还磨蹭啥呢 可是这个宅心心啊 他说要去深圳一趟 得帮朋友个忙 好几天下来呢 就是个电话和微信呢 都联系不上的 这下你可把苏小茂给想完了 那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是不是啊 其实吧 这一天 他要么是这个小贱人呢 要么是去勾引别的男人了 要么就是特意呢 晾你几天 这都是那个培训 那个教程里面的一个节点 然后突然现任 他说自己被那个车 给撞到腿了 你看 你这么一整毫无疑问呢 又把这个苏小茂 给担心个够呛 哎呀 被车撞了心疼啊 怎么的呢 就是一步一步 加深你小子的意念 每天都在揪着你 加深你的意念 接着这个苏小茂啊 他就去开车 接这个贼心疯和他老妈 咱们说明一下 这张照片据说是他的父母 然后呢 再经过另一张照片进行对比 应该是八九不离世 贼心疯让这个苏小茂 苏小茂见他老妈的意思 就是给你表明 我是真心给你出的相 你看我 找个机会 让你见我妈来了 是不是 我是真心给你出的相 甚至我想跟你结婚 我不是在逗你玩 于是啊 这理所应当的 就正式开始出的相了 并且呢 两个人不断的畅想 结婚之后 美好的生活 还说要生孩子 那么苏小茂 毫无疑问 就得投入啊 你换成谁 到这种程度 你都得投入 是不是 4月13号 他就给崭新新 买了一辆红色的特斯拉 如图所示 首付是10万块钱 之后呢 又付清了围款 这辆车总计是107.8万 再之后吧 是有一个 这么一个购物清单 如图所示 咱们呢 就不给大家挨戈念了 也不太多 是不到一个月 也就3万块钱 这也连塞牙缝都不够的 月底 翟新新他就提出 怎么的呢 想去你老家 看看你父母去 然后再呼吸一下 农村的新鲜空气 你看不看 你从小就在城市长大的 就喜欢农村 那个大自然 合不合理 5月初 他俩就到了苏小茂 他那个农村老家 这张就是崭新新发的 叫做在福建洗肺 看得出来 很有自知之明 这狼心狗肺 是得洗一洗的 你就看那照片里面 你看他那两条腿 那个姿势 是不是有一种 呆萌呆萌的效果 是不是 这都排练多少次了 还有呢 他在这个苏家的表现 是非常优秀 你就看这张照片 你看他对待那个老人 对待这老太太 比对他亲妈都亲 这叫什么 孝顺 男人的制定要求吗 你可以对我不好 但是不能对我父母不好 对症下药 再看这张干活洗瓦 在那忙忙碌碌整个围圈 这叫什么 贤惠 男人不都是很欣赏女人那种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吗 还是对症下药 福建老家之情是非常的愉快 让苏小茂和家人都特别的满意 嗯 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少有的贤妻良母 足以见得 翟欣欣 她的演技非常棒 吴孟达在一次采访里面 不就说了 说你演戏的投入 要用心 那观寿能感觉到的 骗的核心 就是演戏 你不用心能像吗 你得当真了的投入 就当真事去找 对方啊 一定能感受到 看完了父母 然后做啥呢 去三亚旅游 名义上吧 是旅游 到了之后呢 朕欣欣她就表现出一副啊 就是特别喜欢三亚的态度 哎呀 这里真是太美了 茂茂 我好想在这里生活啊 就这么一问啊 那么身旁的苏小茂怎么办 我就好想在这生活 他肯定得说 说好啊 我会满足你的 咱们以后有机会在这生活 你基本上是个男的 顺嘴也得这么说呀 OKOK 你说了就好办啊 然后呢 他俩就出去瞎溜的线 走着走着 顺其自然 翟欣欣就把他领到了 雅勒居清水湾 那个楼盘的寿楼处 跟他说 走啊 咱进去看看去 你说你进不进 放心吧 进去之后 三下午 三下午 咱嚓就弹了一套房子 茂茂给我买 你买不买 不买 昨天你咋说的 你个骗子 一顿撒娇 是吧 再一顿 加缸 苏小茂在那块 一脚丫 一顿脚 买 2017年5月11号 苏小茂 他拿出了首付款 200万 买下了这套 总价319.76万的房子 收据如图 这房产证啊 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写在一起的 其实吧 这是正常的 你看要结婚了吗 说买套房子 有什么不对的 你肯定没毛病 你也有这个实力 才200万而已嘛 那么房子买了 肯定得有这个钻戒 对不对 于是呢 23.8万的大戒指 就毫悔来了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一堆食食品吧 就是几万块钱 这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那么到这里 或许有人偷偷的会想 哼 贼心心就是个傻娘们 这要是换成我呀 到这一步赶紧跑人 不跟你玩了 一套房子 还有你一大堆好东西 没必要再跟你去结什么破婚 小伙子 你太嫩了 你以为翟欣欣 他想走到这个结婚之后吗 他也知道 不结婚是最好的 是不是啊 这都清楚的 可是这里面有重大窍门的 首先啊 目前他还没有搞到大钱 而且那个房产证啊 是两个人的名字 就算你这个打官司打赢了 这个营养一点都不大 另外呢 最最重要的问题啊 是这个啊 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婚姻诈骗的法律条文和解释 以及相关的案例 什么叫骗婚呢 就是只要利用结婚骗取钱财 关键点就是结没结婚 比如说说一个女的 她要跟人结婚 结果呢 拿着人家的财力就跑了 没去结婚 那么呢 这个就是骗婚 而要是结婚之后 再分割财产 就不是骗婚了 也不是诈骗 所以啊 宅心心的事呢 官方从来都没定义为骗婚 他是深知这个窍门的 也一定有人在背后给他指点了 那么呢 目前他就不能跑人 否则的话 你诈骗没跑 好几百万 老底作穿 必须结婚 只有结了婚 一切都合法了 而且还能捞到更多的钱 结婚呢 也是越快越好啊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在这会儿演戏 是吧 一旦哪块出了差错 马失前蹄 那就白费了 所以呢 五月底 他和苏小茂 从这个香港和澳门旅游回来 然后他就提出 说咱们马上就结婚吧 茂茂很开心呢 我要的就是结婚 是不是 那肯定也是越快越好啊 于是两个人决定 六月二号就领证 然而在这个六月一号晚上 翟欣欣啊 他在床上 突然就跟他说 说 哎呀 我这几天总做梦啊 就梦见 我在这个民政局 领过一次结婚证 是当天结婚 然后当天就离了 就开始跟你玩梦了 苏小茂就感觉不对劲 说欣欣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最终吧 翟欣欣 他就承认 我之前结过一次婚 他马上就离了 没敢告诉你 苏小茂大惊 他承受不了这个问题啊 你结过婚啊 可是翟欣欣欣啊 就跟他说 说我那是假结婚 之前我总跟你说 有叫李铁军的人吗 他就是倒卖房子的 但是他没有北京户口 我就是跟他结个婚 就走这么过场 就当帮他忙了 就整房子去 社会上吧 确实是有人这么操作买房子的 可是苏小茂还是接受不了 他深感这个问题特别严峻啊 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否则你为啥明天 马上就领证了 今天晚上你才突然提出来啊 这一切好像都是被设计的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两个人就很不愉快的分手了 然后摘心心啊 走了啊 把他所有物品卡卡手上 打包走了 事后吧 在这个遗书里面 苏小茂他就说 说回想起来啊 如果后来我不再去找他 我们可能就这样就分开了 他呢是觉得啊 这么分开之后就不会再有后面那一系列的大坑了 其实吧 他至死都没有整明白 即便是这次分手 你要是不回头的话 摘心心呢 还是会有其他对策 他会想尽各种办法把你给拉回来 你已经陷进去了 就无法自拔了 分手 分手当天晚上呢 苏小茂他是彻夜难眠 深爱这个女人 舍不得呀 你看家里面亲戚都见过了 都夸他好 难道就因为这一次假结婚 是不是 还不是说真正的结婚 就是走一个过程 就这么一点点瑕疵 就接受不了吗 到底对不对呢 是吧 男人顶天立地 胸怀坦道 怎么能如此笑家夫气呢 痛哭了一夜 第二天他 认灾 他给翟欣欣发信息 怎么说的 我选择 接受你 他认为 自己这是痛苦的抉择 是坚强的表现 结果翟欣欣看了眼 哎呀 我早知道他那颗熊样 我还以为你能撑两天呢 就挺了一个碗了 苏小茂发的信息 我们很有必要读一下 因为这里面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六月二号晚上七点半发过去了 原文就是 欣欣 我们去领证吧 这些事情相对我们的感情来说 都是小事 你看谁对我做错事 吼吐的时候 是吧 我昨天之所以要冷静一下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有多大 可是呢 我当时突然就懵了 另外啊 可能是你的内心也很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防御心理是比较重 这样的话我们交流就不是很顺畅 你看我性子优慢 弄得我呢 不知道做什么好 说什么好 既然我们选择了彼此 就应该互相信任 有问题我们一起处理好吗 请问大家看了之后什么想法呢 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把对方可疑的那些点 都自己又给你解释了 解释的非常完美 这是几乎所有人的痛病 不想让对方离自己而去 千方百计的给对方找借口 这种事情啊 怎么说呢 一旦遇到了 必须的是连续追问到底 只要对方有一处没有答上来 或者是答的不合逻辑 那肯定是存在重大的问题 翟欣欣他晚上离开他走人嘛 分明啊 就是那天打包走人 分明就是面对突发的各种追问 他无法自言其说呀 就采用了回避的策略 而苏小茂呢 却给理解成 他有苦衷 生气了 那么他就失去了 最后一次保持理智的机会 后面呢 仅仅是凭他自己 是没有办法再掰过来的了 只要缴械投降 那就是一窥千里啊 明明是对方的问题 却变成了他来道歉 毫无疑问 后面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投降到底 翟欣欣接受了他的道歉 约定6月6号去那个 登记领证 5号晚上呢 苏小茂突然他就说 他说想看一看翟欣欣 就他们那次离婚嘛 然后法院给的那个调解书 他就是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天我就要结婚了 你关嘴那么一说 我至少看看官方那个 那个文件呢 对吧 可是翟欣欣张口就说 这是个人隐私 不能给你看 你非要看的话也行 拿88万块钱 这什么道理啊 没有道理啊 拿不拿钱痛快的 吃定你了 苏小茂继续投降 我给钱 因为吧 他太想知道之前是怎么回事了 特别想知道 不甘心呢 再说了 即便这88万拿回去 结婚之后 那不还是自己家的钱吗 是吧 套钱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第二天 他不欠 第二天领证之前 他们是先去海淀法院 拿那个调解书 要看看吗 翟欣欣他是自己进去的 除了之后呢 拿了两件纸 一看吧 上面写的男人叫刘磊 根本就不是那个李铁军 而且也不是当天警婚就离婚的 是隔了快三个月 而且是赔偿了这个翟欣欣20万 看了一下 没有说话 那个孙小茂肯定挺难受的 没有说话 直接就去改户口 然后领了一个新的解惑证 在派出所把这个户口 那个结婚状态改完之后呢 孙小茂实在忍不住了 他就问了几下 就是怎么回事 跟你说不是李铁军吗 这么一问 结果这翟欣欣大怒 抬手 啪啪就打成脑袋 你根本多那什么玩意 啪啪就这么打 打你忍着 你不是暖男吗 你还敢打女人呢 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女人的 打女人不爷们对不对 对 在他们的思维里面 被女人打 那才爷们 所以嘛 你就得让翟欣欣这样的人 去对待他们 那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 打完孙小茂 美女生气走了 随后呢 又是找茬 跟他闹腾了一番 最终 孙小茂又赔偿了 45.8万 咋样 你看人家这赚钱的速度 那是搜搜一搜搜 六月前号 终于是两个人领到了结婚证 哎呀 这孙小茂是以为大功告成 终于可以是安心了 他哪里知道 这些新鲜的计划 真正开始启动 首先就是找茬 给你闹事 哎呀 那方式可太多了 比如说吧 孙小茂说 他去拿那晾心股杆 去晾衣服下 去阳台 然后他在那会儿就好 别的 我要自然干的 你稍有质疑 上来啪啪就打 不怎么的 你没听见呢 是不是啊 然后你就记住了吗 下次你说来个自然干 在屋里头晾 他开口就忙 不你怎么不拿出去晾啊 故意找茬 那不太简单了吗 就像我说的 你给我炒了一盘土豆丝 我直接给你粥它 为什么不做土豆片 太容易了 这种事情你都说不出来 谁对谁错的 是不是 就是两个人纠纷 明明他就是吵茬 可是每次吵和打 不管起因是什么 结局呢 必然是苏小茂认错 还得再赔钱 必然吧 就是百分之百第一次 最低啊 最低的是五万块钱 最高的一次呢 是一百万 苏小茂啊 那他认错都认到假了 就是怎么的呢 后来认错都是认成这样的 就号称啊 欣欣 我重新开始追求你好不好 他俩都搬上证了 怎么还重新追一次呢 他不认为这是卑微 他觉得这才是爱老婆的表现 OK 接着来 6月18号 他又签署了一个协议 如图所示 大概就是呢 这上面就写着 宋永茂他写的 如果是他先提出了离婚 就给翟欣欣五百万的赔偿 咱们不说这事合不合理 单说私下签订这个离婚写议 法律肯定是不认可的 退一万步来讲 凭这张破纸 你就一点对策都没有了 上面是不是写着五百万 什么呀 五百万日元 还是五百万明币呀 还什么三亚的房子 就算去了法庭 行 是三亚的房子 凤凰岛 三亚凤凰岛的房子给你了 你去住吧 是不是 我说哪个了吗 6月19号有了这份协议吗 两个人就吃一下子 笑了 和好了 然后开始敲定 这个婚礼办酒席的事情 并且还交了八万多的钱 定在 这时间是定在了8月24号 然而翟欣欣没有什么心情 再跟你玩酒席了 7月6号 他就提出来 要这个苏小茂 把他们在这个西二旗 那栋楼房给换掉 就不想住这个了 理由是 自己晕高 这太高 哎呀你 那你要住低的 他还想要高的 是不是啊 这招子太多 你高的话 我就晕高 我就住不了 必须得换 换一个别的 苏小茂坚决绝不同意 这时候呢 他才预感到 眼前这个老婆 是来设计他的 就这么找茬 就他才预感到 是吧 可是有个关键的问题啊 这个翟欣欣 是理直气壮的 就告诉他 我跟你结婚之前 我就有自己的别墅 我比你有钱好不好 哎 你这么一说 他又卡壳了 确实人家白富美啊 人家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别说真的他的 对吧 你说我来设计你 你比我有钱吗 我凭什么设计你啊 就这么来 所以吧 他即便是怀疑啊 就是苏小茂 即便是怀疑 他也还是不能确认 他也一再的就幻想 就欣欣不是那样的人 可能是我多想了 但这些问题 这些疑点 他又解释不了 成天就这么给你闹 换大房子 目的是啥呀 要把这个 蝎二七的房子 给你换的目的是啥呀 之前那是你自己的财产的 换了之后 就成咱俩的婚后财产了 要不然之前 到时候离婚的话 你那蝎二七的房子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齐月齐号 翟欣欣带着他的老妈 两个人去找他 在电梯里面正好碰着 这个苏小猫 咚咚给他一顿打 要求赔偿 无缘无故就打 我一说 你这个 你个头再小 再啥的 就那一个 都那么大碎的 一个老太太 还有这个 就崔欣欣欣欣欣这样 就以手抓着一个 是吧 朵就一下子 朵朵朵朵朵 不就完来吗 干啥呢 我连这个臂力呢 对不对 你咋整 你不就 啪啪在那块打呀 然后暴徒数串 人打 7月11号 翟欣欣在他的朋友圈里 晒了一个人 号称他说这个人是他舅舅 是警察系统里面的高官 啥意思呢 就是给你施压的 其实吧 确实是他舅舅 但只不过他是公安大学的一个教授而已 就是给你施压 7月13号 他们俩通了一次电话 突然这个电话 就被翟欣欣旁边一个男的就接了过去了 在那边就开口就威胁了 这是我们在北京有几十口人 你不赔钱的话 我们就关了你的公司和网站 晚上呢到你家抓人 14号 翟欣欣明确的告诉他 你要赔偿我一千万 否则我就去举报 你的软件违法 你呀可以判无期徒刑 这还是施压吗 其实我感觉这算敲杀勒索了 苏小茂特别的害怕 他的软件确实是存在违法的地方 但是肯定达不到这无期的概念 可他就是啪呀 特别啪 答应就给这个詹欣欣660万 这也是自己 就所有的财产 他把这些全算一遍之后 我只有660万了 全给你吧 并且呢 随后他还跑一个宾馆 去住去了 没跟那家住 就是提心标杆的在那边就呆着 就害怕被装 7月18号 他做出了一个 他自认为特别愚蠢的决定 就是去了万达的一个酒店 签署离婚协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是 先给660万 然后两个月之内 补上那剩余的340万 一千万 不但不能少 你还要把三亚那套房子 改到翟欣欣的名下 当时不他俩的名字吗 全改到他一个人名下 这次吧 翟欣欣 他是带着一个律师的 你这个签协议 肯定有律师在是吧 带着一个律师如图 你看人这哥们给你找的 是一副严肃的黑面孔 然后那块头也不错 啥意思啊 震慑你 严厉的告诉他 小伙子 本来今天就打算立案呢 那660万给了之后 8月1号 苏小茂呢 又去三亚 就办理了那个房子 翻产证的那个转移嘛 全转到 翟欣欣的名下了 完事之后 他还在那会儿看球 欣欣 走到这一步 我是倾家当产了 所谓善始善终嘛 你可要守信用啊 你们别再举报 我偷税漏税的事情了 那样的话 朕就可能把我往绝路上推了 那边 好的 好的 你快点把剩下的钱给我 那340万呢 他只能是去把北京 习二琴那个房子 抵押贷款嘛 但是他这个老家的人 也是知道这个事情了 就觉得不妥 说你去报警吧 估计是被人给设计了 孙小茂是不干的 他就说 他说报警 那我公司就完了 我要坐牢的 他舅舅贼厉害 可是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吗 一再要求他这个报警处理 于是苏小茂他终于是下定了决心 就来一次反击 前前后后 他准备了大量的材料 也请了律师 咱们今天能看到这些东西 就这些他医书里写的 还包括他这些微信记录 这些东西都是苏小茂 那么长时间 他准备的材料 他准备要去报警去 这时候呢 翟欣欣是不断的催他 就是你去贷款去 然后还我340万 赶紧去 我这钱着急呢 时间又到了 而这苏小茂呢 是既没有贷款 也没有去报警 什么都没干 2017年9月7号 凌晨2点 翟欣欣给他就发了一段语音过来 那里面全是骂骂 在里面口口声声一说 你去死 你去死 就这样的 那生特别饿下 随后吧 苏小茂就把他那个软件的手页 一打开之后 那首页添加了一个消息框 告诉所有人 他被恶赌的老婆给害死了 再留下了一封遗书 凌晨5点 在他的这个办公室 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走完了他37岁的人生 这中间吧 还有很多琐碎的细节 我是没有拿出来讲的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 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要说的是 苏小茂为什么这么憋屈的自杀了 原因就是他太爱这个女人了 动着真情 之前投入的那感情太多 一直就是不舍得失去 必须失去的时候 钱还都没了 然后自己所谓的理想也没了 这三样就是他的生命 当这个翟欣欣骂他去死的时候 这老兄他的心态是彻底崩溃了 行那我就去死 就四个字 爱的代价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用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它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爱不应该有这样的代价 可是不仅仅在他的身上 很多人身上都是憋屈的结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看小说 看电影太投入了 就给当真了 在现实的社会中 多数人 他们的爱情没有那么美好 至少没有那么纯洁 首先就是他看上你 或者是你看上他 这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翟西新这样的女人 就是他这样的女人 要是看上苏小茂这样的男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高吧 就是一个重大的阻碍 咱们这个图 就是翟西新 他发给别人的信息要 你看看这里面怎么说的 他里面说 我现在的状态 要么离婚 要么找一个小男友玩的 一个人特别无聊 找个年轻的 钱我花 江湖老炮 我真是腻歪了 就那个小挫子 80年的 也不年轻了 后路嫂子行好了 再来这张 你看就说 看就长这样 IT男 一米六 一百进 看见没有 这女的 个头比这个男的高一截 那就是一个重大阻碍 除非你是其他方面 特别的优秀 当然了 谁要不信的话 那你就去 你就腻着来 OK 另外一个美女 各方面都特别好 凭啥对你一见钟情 就算是情了 凭啥跟你老老实实的过一杯 这个问题 你要是拿不死 搞不定 就别在那会儿幻想 八百里就那么大一个雨点 砸你头上了 每个人吧 对爱情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 实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标准 按照苏小茂她的条件 她是很适合找一个老家的女孩 然后把她带到大背景来 消消停停 乐乐呵呵的 就跟她过一杯了 让她安心的做自己的事业 后面也一定是过得很好 但她呢 就非得想找一个好的 我有一种感觉 就算这个翟欣欣不是来设计她的 按照苏小茂她的能力 也是控制不了这样的女人 过日子的问题会非常的多 理想心态和能力不匹配 敢压子上架硬来 那就跟庸人办大事是一样的结果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我老家的一个案子 就那哥们呢 他是我们当地很厉害的一个混子 这个我们老家这个年纪大的人 都知道这事啊 这小子他是干账非常的悲悍 后来呢 他是去给哈尔滨那边 给人做保镖去了 大约是1990年左右吧 就是过年回家之前 他在那个出去跟朋友喝酒嘛 喝酒的时候他就听说 说他老婆好像给他戴绿帽子了 然后就火大了嘛 回家就质问 结果那女的那死活不承认呢 很有可能啊 就是他朋友喝酒的时候 吓给他扯蛋的 然后这个人们你看啊 你不承认 那揍的轻个是吧 就把他老婆啊 直接拖到了外面 然后那衣服哗哗给你扒光了 扒光溜的 绑在院子里面 一个柱子上啊 还是一棵树上 反正给绑上了 接着就是那个大鞭子 还有那竹竿 哗哗抽 还有那棒子 是乱把其中 照实人一顿 很大 就是整整打了一个晚上 把那女的打的 那是撕心裂肺的好酒 邻居啊 在家里都听见了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拦着的 这小子特别猛啊 据那些邻居的描述呢 就是给他们听见 那都是心惊旦章啊 就太惨了 打到了后半夜 然后那哥们他就进屋睡觉了 完了那邻居啊 就偷偷出来 把这女的从那个柱子上 就给他解下来 给他救下来了 最终呢 还是没有救过来 然后死了 不过那哥们 后来也是被枪毙了 有人在网上就说 说翟欣欣 他要是碰上狼仙平 结局会怎么样呢 咱不知道路死谁受 但是我是知道 假如翟欣欣 碰上我老家那哥们的话 碰他 你什么计谋啊 阴谋啊 还有他老爹老妈呀 就所有的一切都白费 全家直接贵 可是他一点都不傻 他绝不会跟这种亡命图在一起 他在选择目标的时候 早就看准了你是什么人 一点一点变本加厉 当这个对方还沉浸在 就是还是沉浸在那种啊 呀 不能忘了我们曾经的选择 的时候 他会很不屑的一配啊 玩独子祸 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翟欣欣参加的那种培训机构 有很多女的 都在学习和应用 而且啊 她们不见得就犯法 走的路线呢 就是出地下 然后结婚的这个套路 先是软磨硬泡 搞到了一些小实惠 然后再通过结婚 分割财产 中间要是在抓着对方一些漏洞 或者是犯法的问题啊 到时候再狠狠的敲一笔竹杠 他们这些套路啊 非常的全面 我没有时间详细的研究啊 我只是看了个大概 确实呢是精细到每个点了 有专人指导配合 法律方面呢 还有人来研究来 只要这个凯子一上钩 就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你多多少少都得刚一大块肉下来啊 其实吧 这个原创呢 这个操作的原创是来自于国外啊 你比如说咱们知道某个蓝球明星 被一个女的给勾引 然后就怀孕了吗 这样呢就索要了巨额的赡养费 有不少那个就头脑简单的明星 都被这种套路给搞的是倾家当产的 翟欣欣的男人有很多吧 你看那些人啊 没有一个人说站出来指正的 都是自己默默的承受 要我说呢 这也算合理 首先哦 你看只要是人家没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嘛 那你能如何 另外哦 你看那些被淹了的男人 要么就是心术不正 要么就是身上这个 那些事也不干净 搞了一些违法犯罪的小蚁吧 让那女的给抓住了 反正就是吧 一物降一物 你想来一个皇帝版的待遇 弄一个三宫六月 采旗飘飘 那就看你有没有帝王的实力了 要问翟欣欣这样的女人 说她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 有的人不理解 其实是很简单的 她的心态就是 老娘就是要快乐的潇洒人生 尽情的享受 别跟我扯那些虚头八脑的玩意 怎么爽怎么来 没有任何底线 玩到极致 最后说一下 苏小茂的家人 把翟欣欣给她告上了法庭 是去年12月21号开庭的 是一个民事案子 它不是刑事 这就意味着 即便是赢了 翟欣欣还是最终的赢家 没有多大损失 截止目前 她这些年就是一系列操作 全是赢的 至于以后什么 那可就难说了 但是可以确定 现在仍有很多人在学它 以后也会有 我们是法治社会 不触犯法律 别人顶多就是谴责而已 那谴责多了 我还谴责马云 马云你怎么不给我两百一花花呢 你这太不够意思了 我也谴责你 是不是 没用 好了 这个节目完事了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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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